我看这个 这也是紫料的 紫料雕的一个鹅毛 这个料还白白的 这有点姜 这边还行 鹅毛寓意好 鹅毛是一个礼物 亲礼送鹅毛 礼清情义重 这个是一个 他添加紫料雕刻的一个鹅毛 虽然厚了一点 但是还是比较像的 借多少钱 这个 800 800 真真真真他不贵 就是有点香 送人比较合适 送当礼物 做一个书签 做一个 小百件都可以 紫料 鸭座的锦灰堆 还有兽啊什么的 还有这个山水 黑皮的紫料 山水 皮子还是比较有 有意境 下边做房窝 流水山 山水人物 这多少钱 这个 1300 1300 这边有老猎 资料的 黑皮 挺特色 然后一个带脆的一个资料 这边脆青 有点姜 青白肉 带点黑皮 也是雕刻的一个山水 山水人物 钓鱼的 这多少钱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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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灰堆 像这样的锦灰堆 拼各种 各种什么 拼凑在一块 紧灰堆 手把劲 姜 姜姜的 黄芡 这多少钱 2600 这有一个死料的龙龟 呀 这形状太好了 皮色也好 就是这肉啊 这姜花子 这肉太差了 这肉要好 这形状 那简直就是难找啊 形状太漂亮了 这边黑皮啊 看着也舒服 就这边看着不舒服 毛货没曝光新货 这多少钱这个 他近的上面不是漏了一点 漏了一点 那个地方稍微 太近了 老板不知道多少钱 要问 跑起来 这晚上不值钱啊 我感觉 这个叫大碎 1500呢 都跟这边的话 这只主要是肉太差了 1500呢 还是晃了 谁也不知道 形状太好了 嗯 形状 形状太好了 这个皮也行 肉太差了 肉太差了 我看这个黑皮 黑皮子疗啊 这个皮色我太喜欢了 因为我就喜欢黑皮啊 嗯 这种青家伙 看这个黑皮 就是青家伙 就是青家伙 纸料的话 好多人就是喜欢皮色啊 特别是聚黑皮啊聚红皮啊 这样的皮色太难找了 我是个人是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聚黑皮 肉的话这肉清清清灰带棉 这个我喜欢啊 就是价格是天然断子啊 老残啊 这多少钱啊 3800啊 这个要不然我早都买了 3800觉得稍有点高啊 玩价还不给 要不然这个我喜欢 小手把线 特色啊特色的东西独一无二 没皮的话 没皮的话这玩意这样的料子一百块都不值了 有了皮就翻到翻了 看这个财神 黄庆皮啊就 有姜啊这黄庆皮看着不错 工也不错 独子雕刻的 这边雕了一个蝙蝠啊 这边雕了一个财神 财富啊 招财 独子雕刻肉是一个高清白 哎 很天然啊 这看这毛孔 皮色 巧雕的 这多少钱这个 老板没在 老板不在 黄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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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白肉 哎呀那你看摊你也不知道价啊 大概多少钱 大概不了 额皮看上了再问 行吧 那你都不知道价啊 这是一个小小龙龟 资料的啊 没有皮色啊 有毛孔 这小龙龟 啊 还有关公 黑红皮的关公 最黑皮啊 这是中奎还是关公啊 看着像关公一样 关公胡子应该往下走啊 中奎啊 看错了啊 好吧 都是天然质量啊 这个 做的还是比较特色的 特别刚才那两个东西 这还有一个无视盘啊 这面是圆圆皮 这面是个切面 这个质量 嗯 行 这个制造价 这多少钱 这三万八 这三万八呀 这玩意估计也得过万 这个青皮子 漂亮 这也是个子料啊 这全都是骨子的 这带糖的糖子 这个这个说的不错 嗯 雕工雕的真不错 猪啊 这猪啊 肉是一个糖色的啊 带点皮色毛孔 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你知道吗 6600 6600 哦 此料的一个 猪啊 爱吃白菜的猪 可以可以 这小这个小东西 你不知道吧 这个啊 这个4000 4000啊 小龙龟肉挺细啊 高清白啊 行吗 看这个 子料的啊 青 青子 然后 青玉子料 留的有毛孔 哦 青青的树叶啊 看这儿还掉了两个残 我很好吃啊 细度 镜度都不错啊 色也正啊 这儿留的有毛孔 小树叶啊 挂件 金之玉叶 都可以多吧 这多少钱这个 大概 嗯 三千 三 啊 资料的三千 三千啊 资料啊 算翠青吧 漂亮啊 这样的青 青籽 这样的颜色也少啊 然后 做成这样的树叶 我看见了 我看见 看见皮了 做俩餐是啥意思 夹大一半 哦 夹大叶大 对 哦 看是家残 残 残是 家残 叶子树叶 加大叶大 利益也好啊 罗汉掉的也不错啊 你看这个 真真挺好看啊 带点黑皮 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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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清白了 叫的很有趣的东西啊 这多少钱这个 一千五 一千五天然 此料 此料的雕刻 哪打孔呢 一千五不贵 可以买啊 这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了 然后 招财童子 招财童子 这童子咋们 这儿留着有毛孔啊 脑袋 脑门上是毛孔 这儿也是毛孔 这儿也是毛孔 两千六 紫料的 招财童子 雕刻的比较到位啊 肉是一个清白的 特色的玩意儿 这是最清的 这条有点丑啊 你看这个龙龟 青花紫料啊 白皮紫料啊 这个龙龟的 这面 这原始面啊 太漂亮了 白皮 青花墨月 啊毛货啊 没抛光新做的 手把剑 可以挂 可以手把 这多少钱啊 一千八啊 青花紫料 手工雕刻龙龟 形状好啊 漂亮 这黑皮紫料 雕刻的是一个龙啊 特别饱满啊 特别立体 漂亮 俏色的 独子雕刻 皮色毛孔都 非常老熟漂亮 肉是一个 二级白 独子啊 主要是个独子 形状也好 刀工也好啊 刀工也好啊 这多少钱 这个 三万啊 锦辉堆这样的一个刁法啊 但是这个龙刁的很力气 然后料子没得说啊 这样的料子 单去买一块料这样的也得得 几万 好东西 好东西 关银 头上带点脆青 叼了一个莲花 下边关银 莲花 这个 对什么 这个镜啊 从手上一直到这儿 他家工还是真是厉害 错关银 牌子啊 这边是毛巩 看 头上是脆青啊 紫料带脆的 很周正的一个牌子 做工也不错 这多少钱 这个两万啊 真不错 看这个 新华紫料三色的如意啊 这带毛孔 黑白分明 带红皮 这多少钱这个 4500 三色玉啊 然后看着 感觉 哎呀 挺舒服的 这颜色 搭配的很舒服 看没有 三点 红皮 黑啊 还有这种黑 黑这边也有 中间 高清白吧 如意啊 雕工也是比较顺眼 4500 看这清华紫料呢 清华紫料的 这烟壶啊 传统的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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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壶 现在做的都是这种带 带螺丝的 哦 带螺丝的这种啊 烤糖 烤的也可以啊 烤的 里 都挺大 这多少钱一个啊 这 2400 2400 一个 清华紫料的 看啊 哎这样的装个香水啊 装个 呃 装个药丸什么都可以啊 瘦效救星纹啊什么的 长辈的这种药啊 2000 2000几啊 2400 都一样啊 这龙龟多少钱啊 2000 这几个也一样 2000 啊 清华紫料啊 啊 还有牌子什么的啊 做的还都比较周正啊